一直威胁要袭击美国关岛的朝鲜 今天精神5点58分 在平长顺安一带朝东部海域发射导弹 导弹飞行2700公里 越过日本北海道上空 然后分裂成三段 最终在6点12分 坠落在北海道对开大约1200公里的太平洋 而这枚弹道导弹 很可能就是瞄准关岛的 火星12型中远程弹道导弹 导弹毫无预警杀到 日本全国上下警铃大座 警报系统全面启动 提醒北日本居民采取防范措施 到地下室或兼顾建筑物避难 另外部分子弹火车服务也一度停摆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马上召开记者会 严厉谴责这是对日本安保 前所未有的重大威胁 已经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决议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则表示 将联合美国和韩国 要求安理会在今晚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对筹对策 同时已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对方同意加强施压 并表明百分百支持日本 捍卫这个重要盟友的国防安全 迫力の強化を日本は強く国連の場において求めてまいります 強固な日米同盟の下 朝鲜导弹 罕见掠过日本領空 引发亚洲市场恐慌 亚古星期二的早盘交易告急 日经指数和韩股 急跌近百分之一 创四个月新低 传统避险资产需求激增 日元和金价飙升 一方今日上昇したのは ホームデポ アップル メルク などとなって